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它的产权上面一定是它自己的名字 就是房子是它的 没错 第二个它要在卖之前往回看的五年之内要住满两年 就是现在如果是2020年 疫情的一年 但是从2015年它要住满 对在这段时间它可以断断续续住满两年 基本上就合格 那就是说它买的房子跟卖价的相差 赚的钱有25万完全就不用缴税 剩下的才要做capital gain 就是说如果它这个房子50万买的 现在卖了100万 那它就有25万可以抵税 那它有老公啊 那两个人还是25万吗 不是了 夫妻两个那就更好 而且夫妻两个还稍微松一点 就是说这个title上面 产权上面并不需要两个同事在上面 只要一个人的名字就可以了 对有的时候你知道 比如说夫妻两个 其中一个是家里人给他的 他不愿意两个人的名字放到标 那其实是很有弹性的 但是两个人必须要住满两年 都要住满两年 就可以来享受50万的免税额啦 那你给我们算算 这50万免税到底怎么用啊 举个例子 比如说举个例子 5年以前他买的50万好学期 现在5年以后已经涨到110万了 那是不是赚60万 60万他有50万的免税额 他10万才要report as capital gain 哇那其实这对很多这个想要卖房的人来说 是不错的一个资讯 是非常好 在美国真的很少这样的很好的免税工具 还有什么我们应该要知道的吗 对有一些人 你的朋友可能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他可能没住满两年 但是因为工作的变迁 他要必须得搬走 那能还能有这25万的享受吗 有的 但是是按照比例来作为一个减免 因为他属于国税局的规定 就是说三种原因 第一种原因是工作的原因 只要这个新的工作 跟比以前要远了50个mile 他就可以做这个搬迁的动作 然后就可以来 还是可以享受这个福利 但是有一些减免 比如说一年以后他必须要搬了 那他只能二分之一的减免额 才能享用得到了 就是大概12.5万 12.5万 如果夫妻就是25万 第二种是健康的原因 家里有人生病 他必须要去照顾 第三种就是离婚了 或者有人死亡了 类似这种没有办法遇见的 也可以 这样你可以跟你的朋友分享了 是 谢谢 不谢 各位观众 如果你也跟我们一样周遭 现在很多人对卖房很有兴趣 觉得时机市场都很好 但是有很多税务的小尝试 大概念他不清楚的话 记得要找一位税务的专家 来帮助你统整你整个卖房应该知道的税务知识 才不会损失了你应该有的权益 是的 谢谢你收看我们今天的知识范 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